其实乾隆皇帝他应该也是信天主教的 还有这种事情吗 因为崇祯信仰上帝 所以大臣们凡是名字中带天字的都会被勒令改名 很可能他叫天子 他为什么不给自己改名呢 至于天主教的教规和教义 崇祯皇帝能了解多少 那就忍者见忍者见智 对我知道 至少天主教的教义说一夫一妻 他就肯定没有宗秀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赵雅卡 这期呢 那还是我跟守阳大军来给大家做仗义防鼓的节目 因为上期没有错误一千个帝 所以左侯还没被我们捞出来 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守阳大军 今天我们来到了五塔寺 这里是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这个五塔寺它不应该也是一座佛寺吗 最近因为疫情的原因 宗教场所不是都已经关门了吗 为啥我们今天还能来这里呢 因为它本来的寺庙建筑基本都不存在了 现在已经被改建成了北京时刻艺术博物馆 这里馆藏有非常丰富的碑客 其中精彩的故事也有很多 等有机会呢 我们会一一分享给大家 今天呢 我们来到这里 主要是因为一些清朝传教师的墓碑 走我们去看看 真爵寺俗称五塔寺 始建于元朝初年 顾名思义 这里肯定是有五座塔了 其实呢 这种在方形高台上 树立五座佛塔的建筑样式 被称为金刚宝座塔 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佛塔类型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 按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的记载 当时统治印度的阿裕王 在释迦牟尼悟道的菩提树旁修建佛塔 后来被称为菩提家耶大塔 诶 菩提家耶 这又是什么东西 其实这是文明六里的奇观 摩赫菩提斯拉 不过非常有趣的是 由于佛教在印度 很快就被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所取代 所以这座佛塔完全处于荒废的状态 直到十九世纪后期才被英国人修复 因为英国人此前没有研究过这种佛教建筑 最开始也是一筹莫展 一直到英国驻华公使 无意间在北京看到了这座正觉寺佛塔 发现 诶 这不是跟菩提斯塔长得差不多吗 于是就找了一位工程师过来 按照正觉寺塔的图纸 一葫芦画条 又把它在印度重建了一遍 哦 我明白了 这波操作可以说是出口转内销的典范了 是这样没错啦 今天呢我跟雅卡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传教士墓碑 是位于乌塔寺的东面展区 也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这里 如果大家有空来乌塔寺的话 一定不要错过 诶 说呀 话说我已经简单看过这个碑了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非常大的疑问 什么问题呢 我发现啊就是这里大部分的墓碑 它上面都写着圣卫增绝这几个字 这个卫增我知道是日料中很常见的一种调料 对吧就大概像东北的大将一样 可是正反应他为什么还能圣 他有爵位 照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们在东北也可以搞出一个圣大将决会出来呢 这个人家这个圣卫增呢 其实是个人名啊 按拉丁的拼法呢 叫做文森提乌斯 写成英语就是温森 非常常见啊 其实呢是跟梵高是一个名字 哦我懂了 卫增绝梵高 啊我明白了 原来说卫增绝是个人名啊 那这么说的话 这个圣卫增绝会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其实呢 它又是一个由卫增绝创立的教会组织 现在通常被翻译为前使会 从1782年开始呢 这个组织就全权负责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事宜 哦这样 那我们看到这么多圣卫增绝会的墓碑 也就是说相当于咱们现在在的这个五塔寺 是这些传教士们的墓地是吗 到底并不是这样 因为这些墓碑基本都是从海淀区的正福寺里搬运过来的 那里才是雍正皇帝一次给传教士的墓地 本来吧正福寺一开始是叫正佛寺的 不过因为佛字跟天主教实在是八字不合嘛 所以才改名叫正福寺 后来正福寺呢被毁掉了 这些墓碑就搬到了这里作为石刻藏品展出 说起来咱们的老祖宗怎么这么有意思 天主教和佛教完全是两把事 为什么他们就要把这些天主教传教士的墓放在佛寺里呢 就不怕这个上帝和佛祖他俩打起来吗 其实呢基督教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件新鲜事物 早在唐朝的时候 一只名叫涅斯托利派的基督教分支就已经传入了中国 当时被叫做锦教 在西安贝林中就有一块著名的大秦锦教流行中国碑 但是呢当时的人们对于基督教教义其实并不太了解 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把它视作佛教的分支 但是毕竟来说信上帝和信佛祖还完全是两把事 这些传教士他们被当成了和尚 他们不会感觉很不爽吗 这当事也并不会 在明朝万历年间呢 意大利传教师利马窦来到中国 为了更好的融入中国文化 利马窦最初的时候甚至就是穿着佛教私人的服装 还一度呢自称为西僧 也就是信仰来的和尚 除此之外 利马窦还发现天主教的许多教义跟中国的传统观念完全是水火不容 比如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按照天主教的教义来说人们只能信仰上帝 而一切偶像崇拜都是被禁止的 在西方人看来 中国的儒家思想也属于宗教的范畴 所以在这个框架之下呢 对于孔子和祖先的祭司都属于异端行为 应当被坚决取缔 也就是说禁止祭祖 我觉得这个想法放到现在来说 其实也是很激进的了 是这样没错 在当时的中国呢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宗法伦理和科举制度 实际上就是维护社会安定的基石 禁止祭孔或者说是祭祖 是根本不可能被世俗所容忍的 于是利马斗就提出了一种折忠手段 他判定儒家思想只是一种世俗的哲学体系 并不属于宗教的范畴 孔子呢就被类比成了西方的伯拉图 所以祭祖和祭孔本质上就属于对仙人的缅怀 并不干涉信仰 哦我明白了 所以说利马斗的这个想法 在我们中国就有一句俗话叫做入乡随俗 在西方不是也有这种说法吗 叫上帝的归上帝 凯萨的归凯萨 作为罗马正统张家口的神圣统治者 中国皇帝当然也可以被算作凯萨了 是这样的啦 除了允许祭祖和祭孔之外呢 利马斗对天主教的许多教规进行了修改 使他们更符合中国的国情 这些举措就被统称为利马斗规矩 经过了本土化的改进之后呢 天主教信仰很快在明朝普及开来 据统计呢到明末 全国的天主教途径有数千人 还有包括内阁大学士徐光启 在内的许多师大夫 接受了天主教信仰 徐光启 这是农政全书的作者 也是他第一次把几何原本翻译成了中文 带到了中国 是我国历史上一位非常伟大的科学家 对没错 甚至近年来的研究显示呢 明朝的崇祯皇帝 甚至都有可能皈依了天主教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 这么说的话 其实乾隆皇帝 他应该也是信天主教的 还有这种事情吗 对啊 就是乾隆皇帝有一方印嘛 叫信天主人 写的都很明白了 他信天主嘛 哎呀这根本就不是一码诗好不好 乾隆那叫信天主人 跟天主教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原来是这样啊 那崇祯呢 他是真的信天主教吗 这件事呢在记载崇祯朝历史的烈皇小时里 有过记载 说崇祯初年呢信奉天主教 在徐光帝的影响下呢 还将宫中的佛像全部销毁 按照书中的说法呢 就传教士把佛像称之为魔鬼 挨家挨户的长幸福虚问 你们家里有魔鬼吗 这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可是这些记载他能够当真吗 听起来感觉就是像故事一样啊 他的作者文炳呢 是崇祯年间大学士 文真梦的儿子 就江南白井土里的主角 文真明的后人 拥有这种身份呢 他对于当时宫中的情况 应当是比较了解 此外呢书里还提到啊 因为崇祯信仰上帝 所以大臣们凡是名字中带天字的 都会被勒令改名 可是他叫天子 他为什么不给自己改名呢 这点是比较有趣啊 比如有个人本来叫陈天公 他后来呢就被改名 叫做陈良末啊 这条记载也被收录进了名实里 可信度呢应该是比较高的 但是呢我们这里说的信奉 其实可能也就只是 拜一拜上帝而已了 至于天主教的教规和教义 崇祯皇帝能了解多少 那就忍者见仁 智者见智 要我知道 至少天主教的教义说 一夫一妻 他就肯定没有遵守嘛 所以说呢 在明朝的时候 也就是说天主教在我们国内 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可是据我了解 为什么到了清朝之后 我们国内对于天主教的风平 就开始急转直下了呢 关于这个问题还得从立马斗规矩开始说起 在立马斗死后呢 他的继任者主张废除像上帝 天主之类的异名 因为这些词汇属于中文中的固有词汇嘛 会对独一无二的神产生亵渎 这种做法在传教师内部引发了分歧 最终升级成了针对立马斗规矩的礼仪之争 他们因为这种小事吵架 也早就不是一次两次了 比方说在1054年 基督教历史上爆发了著名的东西教会大分裂 罗马的教皇和军事坦丁堡的牧手呢 互相开除教集 直接导致了天主教与东正教长达近千年的对立 然而这场冲突爆发的许多原因都非常令人摸不着头脑 比方说圣餐时候吃的面饼是不是应该发酵 还有大斋节期间到底能不能喝牛奶等等 这可真是得感谢上帝 还好他们不吃豆腐脑也不吃粽子 可爱行 不过不管怎么说呢 在礼仪之争爆发后 教皇将立马斗规矩全盘否定 康系皇帝对此非常愤怒啊 天下就没有不忠不孝的神仙 他是个皇上 这也是个皇上 所以从这之后呢 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就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不过宫廷中的传教士还依然受到皇帝们的尊宠 比如我们可以看到从康系直到乾隆年间 我们身后的许多墓碑上啊 依然使用了等级非常高的这个龙文雕刻 不过呢 在我们隔壁的朝鲜可就根本不是这样子了 在嘉庆初年 也就是1801年 朝鲜开始大肆搜捕境内的天主教徒 使称心有邪欲 共有300多人呢被处死 甚至连当时国王的亲叔叔都没有例外 在这场动乱中有一位名叫做黄四勇的朝鲜教徒 偷偷用博书写了一份求援信 打算送给清朝的北京主教汤士选 这份博书中的内容呢 堪称骇人听闻 身为朝鲜的国民 黄四勇竟然公开向教皇请求出兵攻打自己的祖国 以迫使朝鲜国王允许天主教传播 他还信誓旦旦的表示 朝鲜国力微不足道 绝对没有反抗的能力 此外呢 由于朝鲜向清朝称臣 黄四勇还策划向清朝揭露朝鲜国王的种种罪行 鼓动嘉庆皇帝干涉朝鲜内政 至今为止 这份博书还保存在梵蒂冈的教皇档案馆中 天哪 这个计划也实在是太可怕了 所以他肯定不会成功的对吧 那是当然的了 黄四勇呢 连朝鲜都没跑出去啊 就被抓了 从他身上搜出这份博书之后啊 立刻就被林池处死 他为天主教认定为了殉教圣人 在现在的韩国呢 还受到比较广泛的崇拜 啊好 那说了这么多呢 我们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差不多该结束了 既然您都看到这儿了 就受累点个关注三连杯 我们还差500多个地 下期就能把左红捞出来了 观众老人们下期再见 拜拜 至今为止这份博书还保存在梵蒂冈的教皇档案馆中 这个梵蒂冈的瓶子做得好有气